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5日 刚才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转发了希望资深的一篇文章 讲到江明恒的马仔杨雄 前上海失事 说他过世 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忘了带一张医疗卡 我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觉得这个不可信 为什么不可信呢 你讲个很简单想象一下吧 像他这么高级约领导干部 在这个上海 就算你没带卡 这张脸不就是卡吗 对不对 你说哪一个 不用说大上海 你就中等城市小城是吧 你说你这个市长天天上电司 铺网谁不知道 你进了医院里边 早就知道了 早可能说是 这篇文章讲 2021年4月12号 说出去喝酒 心脏病发作了 朋友把他送到附近的华山医院 华山医院是多大的一个医院呢 什么都知道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进到这个医院以后 那个摄像头里就已经知道 你是原先是谁了 是不是啊 那共产党搞这套监控系统 很发达的信息系统 这个所以我不相信 而且他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什么朋友 那肯定这种生活圈子的人 哪一个是没有身份 非富即贵 和他能混在一起吃饭 对不对 即使不是就普通的朋友的话 哪个朋友跟你一起喝酒 这种关系还能不负责任 去以后马上就告诉 这是事实啊 还用告诉 是不是啊 肯定是我是不相信 而且说那个身上没带 那个什么红卡 他也没有那红卡 是不是啊 这个官员这种信息 早就都输入电脑的 都是很方便的查阅 根本没有这个事 我觉得 主要是为了这个点击率吧 是不是啊 你当成一个笑话 听一听谈一谈 本人认为啊 他这个情况 还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很可能搞不好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自然死亡 就是身体确实有病 抢救来不及了 你再有特殊身份 再是高干 再有特权 你该死得一样死 是吧 因为生命是有限 是绝对的 活着是相对的 总有一天 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啊 很正常 生老病死 一种 是这种 一种情况 像刚才讲的正常啊 另一种情况就是 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新的权贵啊 要整肃上海半 现在非常明显 你看上海这个连政建设啊 一直没有搞起来 原因是什么阻力大 因为这个水太深了啊 你想那个过去那些高级领导干部 一二号领导人 好多都是上海的 所以说这个要动他们 习近平是力不从心一切 现在习近平站稳脚格想动 由于现在这个国际局势 美国的和中国的抗衡啊 这个原理很复杂 习近平一直想动这些人 你看上一次李强劫本 是吧 李强到上海 给韩正强行留在北京啊 他两个没交解 非常不正常 韩正的人马都很多呀 是不是啊 江泽民的这个朱镕基的是吧 其实连这个坐牢的陈良宇的背景都很复杂呀 所以他这个大上海 我认为他有可能是出于内斗 就是非正常死亡啊 他们想整死他风口啊 怕他作为证人检举揭发 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如果按照这种这个迹象去分析啊 这个应该讲是 我认为还是比较靠谱 为什么 他们想整死他很简单 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太厉害了 这个都难以想象的 把一个人整死 非常简单 所以这个只有这两种可能 刚才讲的是 抢救不及时 没带 忘带的一个卡 其实不可能的 你想哪一个领导干部 普通人 不管什么人 出去最起码你身份证的有 对不对 你的证件 就有效证件也有啊 你不可能什么证件 遗忘在哪个地方去 而且还这样的人 虽然是已经退休了 尽管不得子 都有助手 司机 没有 没有钻车 肯定有了 助手 至于说网上 讲的这张照片 就是杨雄在这道别上等待 这就是等待司机 把他的司机来接他 或者家人来接他 并不表明 他就是像 我们想象的 就普通老百姓 白定一个 出了门什么 什么特权没有 不是的 这么高领导干部 任何时候都是有特权 何况那个中共日子 一党专政 你就是 你不高特权 有政敌也盯着你 对吧 政敌走哪 政敌 让安全局盯走在哪里 是不是 我记得2006年 我从监狱放出来 有一天我想到这个市政府去找一个人 我刚一出发 他就知道了 他从摄像头就看到了 老江你去上哪去 等等 那是2006年 你想吧 2007年 我2006年出来了 你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中国这个摄像头遍布 大数据 语音计算 人脸识别 步态识别 语音识别 其实我们就在这 做着 比如你在这 演讲 自言自语演讲 只要你手机放一放 他想听 他都能听到 听起来 是吧 我不去防备这些东西 因为说我走得正 做得正 是吧 无所谓 我是说像杨雄 这么高的级别 不可能忘记 带什么身份证件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所以说 这就是你作为一个 故事听一听 是吧 那么呢 至于这篇文章 我认为后半部分 讲到这个高级领导 干部的待遇 这是真的 应该比较靠谱 因为中共是一个 特权的社会 当官的 道理丁级别以后 都有规定 什么保健医 还是公费医疗 是吧 甚至现在已经 发展到了 像他讲的 叫酒吧要三大工程 健康促进工程 青春在线工程 150岁长寿工程 其中的150岁长寿工程 于被301医院微信广告 被删除的影片内容 完全一致 等等 这些东西确实是存在的 你想酒吧要 这个首长保健工程 这些事情 人人都是知道的 不算什么新闻 至于说 他们自己想长命百岁 这完全是一种 人的一种希望 你长命百岁 总有一天 你都退出历史舞台 总有一天 你将失去权力 等你失去权力 新上来的人 就要整肃你 或者整个工程 垮掉 有老百姓 清算你 跑不掉 想象是子孙后代 世代的作为作福 不可能 因为我把2014时 门圈看完 看了一大部分 在监狱里 很多故事 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古代都发生过 哪个朝代都有 和这几乎大同小异的故事 同志 我确定拿到手 有多得以往心 我这确定 有点自我的 我这一辈就整人 你周永康不到 你整了别人 十点 是吧 不过现在在重庆 想抓那么多黑社会 告诉永远不解刑啊 你记不记得 当时这么讲 他都抓起来了 是吧 该解刑人们都解刑 有些都放了 是吧 什么事情没有永恒的 生命没有永恒的 财富没有永恒的 权力没有永恒的 连这个青春冒昧 都没有永恒的 你看我老江 年轻的时候 在小伙子那年龄 年轻也挺潇洒 是吧 头发浓浓的 黑黑的 现在怎么样 脑袋光光的 满脸皱纹 是吧 这个岁月不饶人 是吧 这个青春意识 这个是必然的 就死亡是很正常的 我认为 对这个杨熊来讲 早一点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大变局的时代 即将来临 所以有那是 你把身干化了 活一百岁 正好 共产党推翻那天 把你整出来 整出来让你尝尝 人民群众是怎么样 就跟你清算的 是吧 到那时候他就想 哎呀 我要是若山羊熊 早早拜拜都好 眼镜一闭 还暗脏在八宝山 这一下 八宝山也爬不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 福啊 就是祸 祸就是祸 我认为一个最大的 福就是什么呢 手里有权的说 多多为人民福 别祸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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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被人所祸呀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祸是抓祸的祸 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